罗伊和哈里 一对蠢兄弟 无业游迷 资深斗鼻 第一部阿呆与阿瓜结束之后 罗伊因情长过度成了呆傻病人 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整整20年的光阴 哈里每周都来精神病院看望罗伊 兄弟情深连护士都被感动了 可是电影里好人总是不长命 哈里身患重病需要患肾 他最后一次来到医院跟罗伊告别 就在哈里转身离去的时候 罗伊突然说话了 哈里激动的不行不行的 罗伊突然嗷一嗓子说出 你被骗了 原来20年的呆傻都是装出来的 话说这货浪费20年大好青春 只为吓对方一跳 这种比精神病还精神病的精神病 恐怕没人能治得了了 罗伊陪哈里回到父母家庄 希望获得血亲的肾炎 看到这里快歌就纳闷了 你一个欧洲老爷们 怎么能有亚裔面孔的爹吗 这么明显的领养关系 还需要戳穿吗 哈里在养父养母家中 看到一封信 信上说哈里有个私生女 罗伊和哈里找到孩子的母亲 弗雷塔 却发现对方早已年老色衰 不复当年之风风 私生女嫂就被送去领养 罗伊和哈里顺着一封推信的地址 成功来到了私生女佩妮的家中 佩妮家有一个年迈的科学家父亲 一个年轻的恶毒后妈和一个欠揍的坚弗斯基 科学家交给哈里一个价值几十亿的盒子 托他转交给佩妮 恶毒后妈和坚弗斯基 以为可以轻易干掉这俩存货 结果坚弗斯基自偿恶毒 听上皇权 罗伊和哈里力尽艰辛 终于来到了佩妮的所在地 一个高端的科学发布会现场 组织者误把哈里当成佩妮的科学家父亲 闹出不少对话 另一边罗伊和佩妮约会 原来在大美女的外表下 也藏着一颗逗逼的心 恶毒后妈火通肩弗斯基的双胞胎 特种精哥哥 下定决心要干掉罗伊 哈里和佩妮 关键时刻警察叔叔突然赶到 原来老科学家早就设计好了一切 在故事结尾 佩妮其实不是哈里的女儿 哈里也并不需要她的慎 其实罗伊的二十年待傻是假的 哈里的绝症也是假的 两人都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骗了对方 所有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